是南部的小孩 我也是台南大閒 是由台南來跟台北打拼 是我再加一拼 我還說要去花蓮去睡覺 我不是這位駐美大職 我也這位花蓮的雞瓜大職 就是我在花蓮的農村 最前我的住宅在那裡遭遭 就是在替農民解決問題 農民說 在擲殘、在擲殘 水準沒有水 要吹水禮花來開水準 敲金會不夠 所以我也不只在情貨 在城下在遭遭 所以我跟一個綽號 我也叫做台灣的孫孤 政治這條路面是怎麼好走 每一次有當選過也落選過好幾次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人生 人生沒有人說一開始就存在 剛才困難就知道要怎麼克服 要有勇氣要有堅持 我相信這就是台灣人的政治